有时候是这样 你自己觉得吧 鸡毛蒜皮的小事 人家都记着呢 关键时刻都得拿出来 都有罪状 一件一件的 这一姑娘嘛 抓着那个小事不放 这叫什么你知道吗 这叫本末倒置 问题是存在的 但不存在这些小事上 你们两个人叫 确立了恋爱关系 但没有建立亲密关系 亲密关系是什么 是你们两个人在生活里面 灵魂和生活互相的 弃合和嵌辱 形成了一整套的 平时的生活的一套模式 这叫亲密关系 他现在根本就没有 做好准备 也没有想要进入 一段亲密关系 他现在只是谈了个恋爱而已 这是你们现在的本质 所以他不对你负有责任 他根本就没有想 让感情这件事情 占用他那么多时间 占用他那么多生活 所以你要考虑的是 这个人究竟要不要 在我的心里面 也占那么重要的位置和地位 这个人究竟是不是 那个适合我 建立我想要的那种 亲密关系的人 你要考虑的是这些 而不是说 你今天必须来关系我 他必须不了 因为他不想要 不想要就是答案了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陆琪老师 杨老师 谢谢陆琪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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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来订阅 请来订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水每天都要喝 不喝会死 饭大部分的时候都要吃 但有的时候可以换别的主食 至于菜 想起来的时候可以吃一些 想不起来的时候 就不会生筷子 有些人把爱人当成是水 每天都要喝 有些人把爱人当成是饭 大部分时候都要在身边 但至于菜 那不是唯一而充分的标准 你在他的心目当中 就是那盘菜 现在其实最大的问题是 你们两人明明都知道 女生爱得多一些 男生爱得少一些 但问题在于 女生不甘心多付出一些 男生也不愧疚少付出一些 这就成为矛盾 如果你能够甘心于 无所谓 我只要喜欢他 我愿意多付出 总有一天我能够暖化的 如果他内心也愧疚 觉得我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要么我走吧 因为我给不了他同等的爱 我很愧疚 或者我多弥补一些 我改好一些 那还能够达到平衡 但问题是 他现在坦然于少付出一些 你不甘心于多付出一些 结果不就是没劲吗 你说呢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